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View中 CSS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View也是内置了 CSS解决方案的一个框架 它的思路 其实是模拟scoped CSS 去隔离CSS的作用范围 那么我们前面说的两种方案 第一种叫做随机选择器 也就是说我把选择器进行一下编译 把它变成一个随机的字符串 这样就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 典型的解决方案就是CSS Modules 第二种方案就是随机属性 我给结构上面 比如说每个元素 加上一个随机的属性 ABCDFG 对应的样式 我也给它加上一个随机的属性 方括号ABCDFG 这样的话 它们的对应关系仍然不变 但是就不会跟其他的元素发生冲突 从而限制CSS选择器的作用范围 很幸运的是呢 Vue同时支持了这两种解决方案 也就是CSS Modules 和下面的这种加随机属性的方式都有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在Vue中自由的选择使用哪一种 从代码层面来进行一个演示 和Angla一样 Vue呢 也有官方的CLI工具 那么官方的CLI工具呢 叫做Vue-CLI 同样的 我们可以安装一下 如果你要全局安装 就-G 安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LI来创建一个项目 的 有个人 我把你再做到这个 好的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 感谢观看